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鬼谷 第四部 一双筷子 本书由市厅书院制作 第二十集 这一天下班之后 风君子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约陶姆林出去看电影 晚饭也是在外面解决的 很晚才回来 回家的时候 风君子检查了一下木匣 筷子还在 但是看书架上的记号已经有人动过 风君子只是暗暗一笑 不做理会 大约是三四天之后 风君子和陶姆林回来的也很晚 他仍然习惯性的拉上窗帘 打开木匣检查一番 正在出房的陶姆林突然听见风君子叫他 听到你过来一下 看看这双筷子 陶姆林闻声走进书房 看见风君子 手中拿着一双象牙筷子仔细端详 进他进来 递给他看 你看看 是不是你刻的那双 陶姆林接过筷子 仔细研究了半天 抬头说道 非常像 就是做旧的功夫不如你 不是我刻的那双筷子 但是已经几乎刻意乱真了 风君子小声嘀咕说 这什么事到啊 艳品都有人掉包 大约又过了三四天 风君子回家之后 仍然习惯性的检查那一双已经被掉包的筷子 然而走进书房 却吃了一惊 筷子不见了 而且连木匣一起不见的 风君子 自言自语的骂道 这是什么事到啊 艳品的艳品都有人偷 一伙人阴险 另一伙人却放肆 天底下老百姓还过不过日子了 口中虽然这么说 嘴角却一直在笑 偷偷摸摸地将筷子掉包的 是陶木监测的手下 而大大方方 连匣子一起拿走的是孙伟东的手下 孙伟东的手下暗中发现 有人在黄昏时候 将风君子书房中一个木匣动来动去 似乎在取放什么东西 在望远镜里观察到 居然是一双象牙筷子 孙伟东听到汇报之后 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也觉得其中有古怪 以他横行惯的做法 干脆派人拿回来看看 这一切 风君子心知肚明 就算他没有亲眼看见 但是 叶青牙子的鬼魂也知道这一切发生的过程 筷子的秘密 其实就在于地图 风君子并没有伪造什么地图 而是将两张地图中的远点坐标都改了位置 如果暗图所记的话 找到的地方就是孙伟东和周颂他们隐藏合非料的那个防空洞 地图虽然伪造成花纹装饰 但是破解起来却并不麻烦 尤其对于早就知道筷子来历的陶木剑刺来说 陶木剑刺拿到筷子之后 没几天就发现了花纹中的秘密 并且制成放大之后的地图 对照其中一张地形轮廓图显示 很快确定了这就是龙王堂金沙村一带 而另外一张等高线图可以精确指示出那个原点的位置 而对于孙伟东来说 并不知道这双筷子的来历 只是交给手下去研究研究有什么古怪 孙伟东的手下也不是吃干饭的 很快注意到花纹的问题 也踏下放大 但是将两幅图联想到龙王堂金沙村的地形 至少比陶木剑刺晚了一个多星期 而就在这十天内 陶木父子已经多次潜入龙王堂压兵渔场 一来是周宋万万没想到 陶木父子会这么快找得这么准 二来陶木父子的身手在普通人面前自然是来去无踪的 防空洞的大铁门以及那把锁 当然难不住陶木剑刺 陶木父子已经不露痕迹的在防空洞中来往多次 只可惜这个防空洞规模实在太大 陶木父子也不可能大张旗鼓的派人详细搜查 一时之间也没什么收获 陶木剑刺拿到筷子之后 其手下就放下了对风君子等人的跟踪 他们的目的本来就在于东西而不在于人 虽然陶木剑刺也曾经对筷子的真假有过疑问 但是后来果然在隐秘的地方找到隐秘的军事设施 而这一处地下攻势复杂而庞大 显然是军方力量所见 就算与目标有出入恐怕也会有联系的 一方面陶木剑刺并不了解中国六十年代深挖洞的历史 另外一方面就算他知道这个防空洞的来历 也会想到这个防空洞与历史留下的军事设施之间肯定会有什么关系 风君子这几天虽然不知道陶木父子在干什么 也能想到他们在忙什么 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陶木剑刺 如果摸进防空洞 发现了那些水泥柱的秘密 会识破他借刀杀人的阴谋 这一点风君子反倒是多虑了 要知道风君子发现这些水泥柱的秘密情况十分偶然 一方面他听说了一家五口离奇死亡的死亡案 隐隐约约的已经猜到与放射性物质有关 另一方面他本人与何设施打过交道 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而对此情况一无所知的陶木父子 虽然也见到防空洞中那些水泥柱子 尽管觉得奇怪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状况 这也许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 陶木父子自寻死路 而周纵没有发现也等于给了他每一个机会 一个尽情接受核污染的机会 辐射污染感觉不是一两天能够察觉到的 陶木父子现在还蒙在鼓里 风君子这几天感到清醒了很多 跟踪的人少了一批 而且每天不用再关心筷子的动静 也许是老天爷不让他太清醒了 这天中午他接到了常午的电话 常午在电话中语气有气无力的说 陶木林小姐 我们分局的通知啊 都会让他折腾的不行了 尤其是我们这些刑警 简直快受不了了 求求你给个办法吧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陶木林参加了滨海师范大学 与公安局甘泉分局的现代行政技术 与心理学研究的项目之后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调研 向甘泉分局提出了两点意见 第一是要求公安干警 在工作中能够保证被调查嫌疑人处于放松状态 也就是说在取证预审等环节 不要给嫌疑人精神上有过度压力 第二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卷宗材料 尽量要详细 最好要包括生活背景 职业背景 家庭背景 教育背景 成长经历 总之越详细越好 最好是上小学式的成绩单 以及班主任的评语都搞到手 常无等人抱怨 这些不是做不到的要求 本来公安机关对待犯罪分子的强大威慑力 也是长期以来的工作目标之一 从审讯程序上来看 就是千锋百计的想要嫌疑人一进大门 就从心底里感到害怕 把要交代的事情都交代出来 在实际工作中 很多死因分子都是在高压之下 精神崩溃才供忍罪行的 现在陶姆林要求不给嫌疑人施加精神压力 要在放松的情况之下观察 简直是办不到的 陶姆林要求的收集卷宗工作 极大的增加了基层干警 特别是刑警的工作量 也干扰到日常的行政工作 可是陶姆林提出这些要求之后 据领导非常痛快的批示 工作人员全力配合 这一直批示可就苦了常武等一线工作人员 但常武又不能向领导提意见 只有打电话向风君子来抱怨 风君子弄了半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多少有点哭笑不得 答应常武一定帮他想想办法 这一天晚饭之后 风君子和陶姆林聊天时 就谈到了常武白天的抱怨 风君子笑着说 你可是把常武他们给害惨了 你怎么想起来提这些意见的 让公安机关给犯罪分子一个心情舒适的环境 他们这些人怎么可能办得到吗 陶姆林一本正经的回答 不是犯罪分子 是嫌疑人 好好好 是嫌疑人 我不和你争 你就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吧 我经过这段时间的调研 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普通人进公安机关的大门 无形之中就有生理上的畏惧 是有了一种负罪感 这是不正常的 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可以说是无罪的 而且这些人根本就不是犯罪嫌疑人 而来接受一些正常的行政服务的 但是一进门 看状态 就好像感觉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风君子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说 你接着说 陶姆林接着说道 我还发现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公安机关 这里几乎所有政府行政机关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这种现象 很多提供社会行政服务的机构 当公民来办什么事的时候 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和畏惧感 我观察了很久 觉得这些人的自我感觉 不是来接受服务的 而是来给对方添麻烦的 如果这种心理状态出现在刑事侦查里面 很有可能引起误导 因为犯罪嫌疑人一踏进公安机关的大门 就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自己可能有罪的暗示 我的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干扰 很难分析这些人正常的心理状态 风君子沉默两久 终于开口说话了 奥姆林啊 你不是社会学家 也不是政客 在你这几个月的合作研究中 纠缠于这个问题是没有结果的 这就是你现在所处的环境 改变不了它 就想办法在这个环境中 做你能做的事情 算了 不但这个问题了 你还提了个建议 关于收集犯罪嫌疑人材料的 那何时把常务他们给累惨了 陶木林也笑了笑说 这是有原因的 最近他们的重点追查一件 恶性灵魂杀人案 最近案子的受害人 从现场情况来看 可以确定是 同一嫌疑人所为 但是 这些受害人彼此之间 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而且 侦查也并没有发现 任何作案动机的存在 这种没有直接作案动机的 杀人案 如果连续出现 很可能跟犯罪人的心理障碍有关 以确定犯罪嫌疑人 可能有严重心理障碍 就必须分析足够多的背景材料 封君子听到这里 也很感兴趣 哦 你原来也是好心哪 可是你是不知道 现在阶层警察工作量有多大 你的要求啊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件案子追查怎么样了 有没有找到嫌疑人呢 唐姆林说 整个分局都闹翻天了 嫌疑人倒是有 我也佩服这些警察 大海捞针的毅力 可是 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从案发现场 可能反复出现的人员入手 但是 问题就在于 他们确定的嫌疑对象太多了 又根本没有直接证据 所以侦查无从下手 封君子眨了眨眼睛 说 侯姆林啊 你现在应该想一个 既对他们有利 也对自己有利的办法 最好是 时间短 见效快 而且 说起来也好听 有点技术含量的 能和新技术 或者是新学科挂上钩的 是最好不过了 你有什么建议 我又不是行政专家 他们经历来 可不是希望你来找麻烦的 至少提供一点新思路嘛 这种新思路越新越好 你再仔细想想 你在美国时候 有没有接触过 犯罪方面的 心理学研究呢 我指的不是理论 而是一些具体的 调查统计和检验手段 能够拿出来 唬人的 唬人 我可没学过 不过你的话 都是让我想起了 我们导师 曾经做过的研究 一周之后 常武那边传来好消息 在陶姆林的帮助之下 公安机关 终于确定了 重点嫌疑人 接下来的事情 不用多说 在公安干警 强大的压力 和突击审讯之下 此案终于告破 常武在电话里 简直把陶姆林 说成神险了 佩服的不得了 其实 陶姆林做的事情 也很简单 不用催眠谈话 也没有做精神分析 就是把所有犯罪嫌疑人 都送到医院 做一个脑电波扫描 立刻发现 有一个人不正常 这个人三十多岁 一切社会记录正常 但是 他的脑电波频率 比正常人 慢了很多 与十来岁的儿童相似 陶姆林同时也提供了一份 从美国带来的 心理障碍 暴力犯罪的研究报告 其中就有 脑电波扫描 共同特征这一项统计结果 公安机关和师范大学 自然都是皆大欢喜 当初支持这一项目的领导们 也十分高兴 但是 风君子听说此事之后 对陶姆林的做法 却有包有贬 他对陶姆林说 你还真是很聪明 几乎一点就透 你的做法 正是他们想要的 其解决眼前问题 又和所谓的科学手段挂上钩 在研究期间破了这么大的案子 完全可以写出一份漂亮的报告了 领导的业绩 又增添了一笔 其实你的任务 到此为止已经完成了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项目还有两个月呢 风君子说 你以为他们请你来 是来干什么的呀 是来添光彩 而不是添麻烦的 现在光彩已经有了 结合现代手段 以及最新研究成果 侦破大案要案 已经足够了 陶姆林不解的问 做脑电波扫描 不算什么高科技啊 只是常规的医学检查而已 相关研究早就有了 这也算不得什么突破 这也倒是说对了 其实你的做法不算科学 甚至可以说是伪科学 但是有人却意识不到这一点 或者尽量的把事情 往好的一方面去宣传 伪科学 是什么意思 这个名词啊 不太好解释 这么跟你说吧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新西兰传出来 一种科学探索法 曾经很流行 他后来发现 其结果不怎么科学 还有个例子 那就是 富尔摩斯坦籍的作者 克南道尔 就很崇拜的一个叫做 贝蒂雍的法国人 这个人呢 在当时据说 是一个犯罪学权威 他的研究成果是 根据测量人体的各部分的长短来甄别罪犯 这也许有一定道理 也有一些统计数据 但是 在今天警察看来 这可能是一场闹剧 其实 降低脑电波频率 修炼瑜伽的人就可以做到 甚至我也可以办得到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不过 你恐怕误会我了 误会你的人不是我 但是有人喜欢这种误会 我们也没办法 就在陶姆林 协助常务等人 破获这一起重大案件同时 曾伟东的手下 也终于破译了 那双赝品筷子的秘密 放大的地图 送到孙伟东的手中 随着地图一起拿来的 还有一份详细的说明 地图所指的位置 就是 滨海龙王堂 金沙村一带 而地图上的一个原点 所标注的位置 就是压平渔场 那个废弃的防空洞的入口处 孙伟东 拿到地图之后 也出了一身冷憨 他本来就只认为 陶姆父子派手下 偷走一些交易上的材料 借机敲诈威胁他 却没有想到 连防空洞的位置 都已经掌握在对方的手里 看来 这个秘密 已经 掩藏不住了 有声小说 鬼谷 第四部 一双筷子 第二十集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这一双筷子 再次用下来 品尝尝尝库